大家好我是舞秋風 之前我們介紹了下載量前五名的模組喔 一年多前介紹的 一年多過後 前五名 還是這個前五名啦 不過名次有點跑掉了 現在JEI是第一名下載量 然後那個地圖 小地圖模組變成第二名了 對 名次有點變化啦 不過前五名還是這個喔 今天我們當然就不介紹模組了 我們今天要介紹模組包下載前五名 模組包下載第五名是我們的時代眼鏡 下載量380萬次 那個Minecraft版本1.12.2 那它包含了272個模組 這個模組的玩法呢 就有點像是從我們的石器時代一步一步眼鏡進化之後 最後上太空喔 你看可以看到有這種星系模組的太空 好多行星喔 這個模組還寫了很多的任務在進度裡面啦 它會慢慢引導你如何遊玩這個遊戲 那這邊就有很多的工藝要去慢慢的發展 那這邊是叫做地靈階段嘛 那你會時代會慢慢的進化到下一個階段 下一個階段就會解鎖更多的配方 更多的物品可以使用喔 接下來模組包下載第四名 FTP無限進化 下載量460萬次 Minecraft版本1.7.10 包含了184個模組喔 一進到我們的遊戲裡面呢 身上就有幾本書嘛 有降魂 然後開放方塊 和一本任務書 看一下它的任務好了 點選這邊開始 它的任務一共有226個 哇還蠻多的耶 還有一些是鎖起來的 來看一下到底有什麼任務喔 這邊分任務分成了1 喔這邊的比較淡喔 鎖起來了 看不太清楚 總共有7項 目前可以解鎖兩個項目 這應該就是一開始的任務吧 一開始的任務點進去 從拿到木頭嘛 這個是什麼 取樹枝是不是 一路慢慢完成完成 完成到後面 它只要完成這個之後 就可以解鎖 第二個任務了耶 嗯 這個是熔爐塊是不是 給我的感覺 跟時代演進的那種 一步一步進化有點像啦 不過它的方向有點不太一樣 這個模組包 除了版本比較舊一點之外 應該沒有什麼缺點 蠻好玩的 大家有空有興趣的 可以來嘗試看看啊 說不定有人覺得 版本比較老 根本就不是什麼缺點啊 模組包下載第三名 天空工廠4 是下載量 490萬次喔 嗯 麥塊版本1.12 包含了217個模組 這個模組包應該不用再 特別介紹了吧 秋風已經 整個 全部玩一遍了 大家應該很清楚 天空工廠 在幹些什麼了吧 在幹些什麼了吧 這邊不解釋了 模組包下載第二名 是我們天空工廠4的前一代喔 天空工廠3 下載量540萬 所以天空工廠3加4 加起來 就超過1000萬耶 哇 這個版本比較特別啦 是1.10.2的 然後包含了2000 欸不是207個模組 唉唷 一進到遊戲裡面 他還幫我 多加了兩個眼睛 而且有東西飛到我身上耶 有東西飛過來了 太有趣了吧 既然是同一個系列的東西 天空工廠4和天空工廠3的玩法 也沒有差太多啦 他這裡會有一本 呃他的 天空工廠3的書 那你只要完成上面所述的事情之後 你就可以在這邊打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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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你根本就沒完成 你也可以打勾齁 這一本書包是幫你記錄的啦 打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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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完成了 你實際照著他上面的 一步一步去做 就可以完整的體會 天空工廠的內容了齁 這邊我也不多加敘述了 這個眼睛實在太白癡了 來揭曉我們的第一名吧 我們的模組包下載第一名 就是我們的RL塊 或是有人中文翻譯叫真實人生 對不起 他的人生一點都不真實啊 裡面根本就不是真實的人生 所以我覺得大家就叫RL塊好了 他的Minecraft版本是1.12.2 那他包含了125個模組 模組跟前面幾個比起來好像沒有這麼多了對不對 就少了將近快一半 這個模組包算是比較著重在冒險探險生存打怪上面的一個模組包啦 跟前面幾個模組包不太一樣的是像天空工廠就是在發展科技 那時代眼鏡或是無限進化 就是一直就是從蠻荒時代一步一步往前科技發展的感覺 大部分都是在科技發展啦 這個模組包就沒有這麼強調科技發展喔 強調的是打怪探險 我想這個也是他下載這麼多的原因吧 以上呢就是下載前五名的模組包啦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親自遊玩過呢 還是當一個快樂的雲玩家都是看別人玩的 這樣子說起來我應該有空也要再找一個模組包玩給大家看 像RL快下個版本就會出任務書了 我應該有機會有時間的話應該可以為大家帶來這個模組包對不對 居然第一名這麼多人玩過一定很有趣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T εί